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阳光财经,我是Sani 今天准备了一期特斯拉特别节目给大家 如果你想充分了解这家公司 或者是从特斯拉的分析框架当中 找到未来大牛股的套路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影片值得你参考 那么你一定在想 这么暴涨的一只股 未来会跪跌得很惨呢 如果不考虑大盘 而只是考虑一家公司 我们要如何把握特斯拉的基本面呢 阳光财经在去年6月份 首次于拆股前价格760美元推荐这只股票 你不妨订阅这个频道 或者随时在搜索工具上面输入阳光财经 查找最新影片 研究一家公司 可以从它的收入来源 了解它的主营业务 任何一家上市公司 最基本的生存就是卖产品 卖服务来获得收入 扣除了成本 缴纳所得税之后 得到净利润 这个叫赚钱 炒股有两种赚钱模式 一种是韭菜之间互相摸口袋 我赚你的 你赚我的 比谁来得早 跑得快 这个叫做零和游戏 另一种呢 是公司自己赚钱 越来越肥 相当于在小鸡小鸭的时候买下来 等他们长大了再卖走 甚至是长大了也不卖 留着圣诞 这时长肥的鸭子 别人花了高价买 你赚到投资 真正应该赚到了钱 要搞懂特斯拉 那就要知道 他在生命周期当中 到底是处于儿童期 青少年期 还是已经是成年 青赚年了 特斯拉的儿童时代是艰辛的 创始人艾伯哈德 2004年 马斯克650万风险投资成为最大股东和董事长 2007年 马斯克取代办事不利的艾伯哈德成为了CEO 2008年交付特斯拉的第一辆车 Roster 直到2012年才成功辆厂Model S 开启了全新的时代 在金融危机中 同年期的特斯拉差点破产 要不是马斯克力挽狂澜 美国政府4.65亿贷款的支持 可能就没有现在的特斯拉了 2016年公开 2017年交付的Model 3 价格可以负担 3.5万美元的价格 形成对奔驰宝马奥迪中型车的竞争力 2018年的Model 3大获成功 但是特斯拉产能不足 有市场没有工厂 所以还没有什么吸引资本的魅力 2019年上海超级工厂开工 一年后也就是2020年初 特斯拉上海工厂开始向消费者交付汽车 截止2021年 已经量产并交付汽车的工厂 包括加利福尼亚工厂 上海工厂 再建的工厂有柏林工厂 德克萨斯工厂 已经实现的产能和即将投产的产能 让资本市场看到了它的潜力 一方面市场需求旺盛 一方面产能逐年提高 于是2020年和2021年 资本市场高举高达 特斯拉股价两年暴展几十倍 你看资本就是等到水到渠成了 才来摘胜利果实 他们不是风险投资啊 不会从2004年就扔650万进去熬十几年 看到这些工厂正在建设和正在规划 我觉得特斯拉正值青少年时期 还在万胜的成长 在美国欧洲和中国 特斯拉的市场占有率按季度快速提升 但也仅仅是1%到2%之间 未来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从每个月的交车数据当中 投资者能提前估算到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情况 这个是比财务报表更快更真实的数据 最重要的是 特斯拉的主营业务单纯 交车和营收是一一对应的 不存在太多干扰项 所以投资特斯拉 关注投资者关系晚 每个季度公布的交车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一些网站也会统计出特斯拉交车的柱状图 一目了然 这是一个以很高的增长速度递增的数据 资本市场以很高的股价来压住未来特斯拉的业绩 仍会高速增长 特斯拉一只股票 市值等于另外9只世界排名前列的传统汽车股估值 由此可见 资本市场不认为特斯拉是汽车股 而是科技股 它之所以能大规模跑赢传统汽车 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 毛利率远高于传统汽车 本田 丰田 福特等 毛利率在4.8%到20%之间 而特斯拉的毛利率达到了30.5% 并且每个季度随着交车数量提高 毛利率也逐步提高 这说明特斯拉正在享受规模提升带来的盈利增长 电动汽车比传统车多了个电池的成本 但少了很多配件 与传统汽车相比具有成本优势 其次 特斯拉中控台那个屏幕 以及未来的自动驾驶功能赋予特斯拉很大的想象空间 传统汽车卖出去之后 指望车主回来维修保养以旧换新来赚取售后服务的钱 特斯拉卖出去之后 有一系列售后的钱是可以赚的 比如保险 特斯拉自己有数据支撑 什么人开什么车安全 什么人危险 差别化定价具有客观依据 吃完汽车 吃金融 比如FSD 虽然现在辅助驾驶的功能还不能完全代替人来开车 但是资本市场对此有想象空间 如果自动驾驶得以在特斯拉自身车型 得以高比例的订阅 那现在卖出去的车就是一个潜在的客户了 此外 自动驾驶功能和充电网络开放给其他汽车品牌 可以增加收入来源 金融机构预计 自动驾驶相关业务的估值 就有可能达到8000亿美元 所以特斯拉汽车加软件 现在上了1万亿 仍然有可能只是合理的估值 第三 特斯拉的领导力很强悍 马斯克的个人影响力 不论是作为超级网红对全球的影响力 还是作为公司灵魂人物对内部的影响力 都是硬实力 投资特斯拉实际上是认同马斯克这个人 但是特斯拉也是有经营上的风险 各国政府希望减少碳排放 都在鼓励燃油车转型为电动车 特斯拉固然有先发优势 但是对手也都在来的路上 同属新能源车细分行业 Lucid已经开始交付汽车了 亚马逊投资的Rivian 推出了纯电动皮卡 Lucid电池耐用 行驶里程达到520英里 是目前世界上续航最长的电动车 Rivian 主攻皮卡和SUV 这两种车在美国很有群众基础 毕竟一个家庭都是好几个人的 还加上一两条狗 经常要搬运一些小东西 当然了特斯拉在中国的营业收入 占全部营收的21% 来自中国本土的未来 也是一个竞争对手 毕竟一辆车上好几个高清摄像头 对国家安全敏感的中国来说 它是很怕数量庞大的汽车 天天瞪着八个眼睛到处给你拍照 传到敌对国家手上的 而有政府背景的Neo 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就像苹果要在贵州建立数据中心 特斯拉也将数据保留在中国 以打消中国对数据安全的忌惮 从这个角度上说 特斯拉在中国的对手 可能不单纯是商业竞争的关系了 同时 传统车企也不会坐以待毙 它们被迫转型 比如福特 通用汽车等 它们都提出了转型计划 但是比起改造专修100年的老房子 直接在一片官吞吐的地上面建造新房 显然要容易 而且效果好得多 传统车企的转型暂时无法构成威胁吧 除了对手的竞争压力 特斯拉也有自身固有的风险 特斯拉是重资产的公司 为了扩张产能 就要不断的建筑工厂 一旦需求消退 就很容易出现 产能过剩 需求万剩的话 同时产能满负荷运转 交车数据就会好 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的趋势 是需求增加 产能同步增加的结果 如果大家想买车 却要等上一年 估计会转向别的品牌去了 为了抓住这个机遇 特斯拉再建 以及规划的工厂 需要重资本投入 只要到时需求仍在增加 供求两万 即可按照马斯克的预想那样 交车数据达到一个 比较惊人的数字 汽车行业降价5000块钱 潜在买家就会翻倍了 因此 只要世界主要经济体 不发生消灭中产阶级的经济危机 汽车的需求 或者具体说 特斯拉的需求 是会只增不减的 重资产风险 虽然是汽车行业固有风险 但也是一种优势 因为投资巨大 对新来的竞争对手是一种限制 汽车行业就是寡头市场 不会发展成充分竞争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 它是重资产 高投资的 作为万亿市值的公司 手上的现金远不如其他高科技股 特斯拉最近一个财报显示 它持有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160亿 而苹果是626亿 微软1305亿 谷歌是1420亿 连排在特斯拉后面的Matter都有580亿 意味达是196亿 在美国前十名高科技股当中 特斯拉钱包里的现金 确实是有点少了 而特斯拉建生产线 还需要很多钱 这意味着未来负债率将会提高 也不指望分红了 他赚的钱投入自身 扩大在生产 还都不够呢 马斯克面临越来越重的现金需求 比如针对超级富豪的BGN 争税 马斯克说 他是首富 手上持有大量的特斯拉的期权 如果跟他要现金 他还真得卖股票了 而我们已经形成共识 投资特斯拉就是投资马斯克 如果他卖出股票 对他的信仰必然会动摇 因此 即使他是被迫抛售一点点股票 都会引起跟风卖出 从而造成股价的大幅调整 特斯拉横跨2020年到2021年 连续两年扭股 我相信未来 仍将保持活跃的股性 给散户提供大量的机会 阳光财经还会持续更新 对这只股票的见解 以及交易报告 你如果喜欢 可以点个赞 加个订阅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